就是赵小兰女士的包妹赵安吉女士意外去世 现在又有更多的进展 那么在昨天我们也是在夜间的时候 突然是看到了美国财经媒体CNBC的相关报道 现在德州警方对于这一起命案的调查 已经上升到犯罪刑事调查的范畴 到底为什么这样做赵小兰的妹妹赵安吉女士死亡之后 还引起了哪一些大家关注的疑点以及尚未来解决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先请小杨做一个新闻的回顾 那么最新的消息显示的是 目前赵小兰的妹妹赵安吉她的命案 已经朝着刑事调查的方向开始侦办了 那么在稍早在昨天晚间根据CNBC的报道 赵安吉是在2月11日午夜过后不久被宣布死亡 当时救援人员把她从一个坠落水塘的私 把她从一个私人牧场里水塘中乘车里给救了出来 那么根据CNBC最新的报道啊 跟这个布兰科县警方警警长办公室写给德州检察长帕克斯顿的信函 称这一起事件并非典型的意外事故 那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意外了 那么不是意外的怎么去判定这个是不是一般性的意外 不是一般性的意外 那么帕克斯顿就认为啊 尽管初步调查显示这不这是一宗不幸的事故 但是警长办公室仍把这宗事故作为刑事案件进行调查 直到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排除有任何的犯罪活动 那么这个还会还是会放在一个事故中 那由于赵安吉的死亡 也现在属于刑事的调查阶段了 那么目前啊 相关的记录呢 911的报警啊 音频啊 影片记录啊 以及其他的素材 根据布兰科县治安官公共讯息 他们说他们的说法 现在这些素材是不该发给提出 以这个信息自由法要求查看的那些媒体 因为啊在调查完成之前 发布相关的内容会干扰对此事的调查 与可能针对此案的起诉 那么纵观这整起的案件 其实已经过去了20多天 关于赵安吉之死的很多细节呢 其实都没有公开 那么虽然啊 这封由这个布兰科县警长办公室 写给德州检察长帕格斯顿的信件 也未透露啊 赵安吉确实是因为犯罪行为死亡 不过啊 这封信告知赵安吉的这个死亡案呢 是一个非典型的事故 并提及起诉的可能性 这也意味着赵安吉死后发布的 这个最初的声明啊 已经和我们现在最最新被报道出来的情况呢 有一些不同了 那么关于赵安吉这个死亡这一前后经过啊 在我们的华尔街论坛 或者是华尔街电视 或者是今日华尔街都有过很多的提及 当然了 在后面可能会有更多的详细的情况被报道出来 好 谢谢小安介绍 整个事件一波三折已经经历了几个阶段 最开始我们从媒体公开信息看到的是车祸原因 后来呢发现是在私人牧场的池塘中救援人员呢 是把他从淹在水中的车中拉出 结果发现本人已经窒息而亡 现在又把整件案件的调查定性有了改变 但是刚才啊 小阳介绍了一个非常核心的信息 为什么呢 正因为将这样案件的调查升级成为是刑事调查 现在呢 公共信息官员就有这样的责任 不对媒体披露更多的相关的情况 因此啊 当然有一种可能是的确涉及到了有关的犯罪 或者是其他啊 我们叫做恶意的行为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呢 就是保护当事人隐私的需要 这也是美国法律比较谨慎的一部分啊 何彬先生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事件 当然我们也要说啊 现在围绕着赵安吉女士的去世啊 网上也是猜测众多啊 有很多呢 是我们叫做想象或者是阴谋论 但是这一次啊 对于整个调查突然出现了定性的改变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啊 何彬先生 昨天晚上这个今日华尔街的频道 这个华尔街网报第一时间就披露了这个新闻 我觉得华尔街在报道这个事情还是相当的谨慎 以警方的消息和公共消息啊 来这个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 因为赵家的问题实在太复杂 我先等一下再简单讲几句 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这么多的乱七八糟 基本上是无厘头的这种推理啊 无厘头的这个节目啊 现在反映了这个信息的扭曲和误导的成分 但是我们就将美国的警方目前所披露的情况来看呢 有几点啊 大家值得注意 第一点 这是一个地方的警方 而不是呢 州警方 更不是联邦调查局 也就是说 这个案件即算是把它升级为刑事案件 也是个孤立的刑事案件 也就是一般性的刑事案件 在美国如果一旦列入 涉及到是政治的案件 一旦列入到 可能有政治的因素 或者是跨州的因素 比如说现在跟梅康奈 是不是有什么联系 或者是跟中国政府有什么联系 那立即的是由联邦调查局接手 但是现在看起来 还是个地方警察 那么地方警察这个里面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 它的刑事的性质 刑事的性质是因为的案件的发生 即算是警方已经呢 披露了之前的调查情况 还是有些事情不清楚 它到底是怎么掉落的 是自己开着不小心 还是心情产生变化 自杀 它还是说呢 有外罪的力量 把它推到了池塘 这个刑事案件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方向在发生 但是刚才这个李奇博士还是比我们聪明一点 点出了一个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呢 实际上有高手在出招 什么高手 就是律师嘛 律师发现了 如果像赵家这样一种知名度 没看了这种知名度 他的死亡就会无限的夸大 无限的想象 媒体会无限的追击 那么就会追击到赵家的很多的隐私出来 而保护隐私是美国政客 美国一般民家的一种民人家庭的一种常规性的做法 把这个案子呢 把它列为一个要求刑事调查 那要求刑事调查 只要稍微找到一些合理的理由 那么警方出于这个专业的这个呼应 他也会把它列为这个刑事调查 我刚才讲了 因为这不是联邦调查局 这是地方警察局 地方警察局还是比较容易啊 这个被律师这个引导的 所以律师在这个家庭里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这也是我们学习美国法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但是赵岸吉这个案子为什么引起一种注意呢 这是跟赵家的经营很有关系 赵家呢 是一个这个从台湾到移民到美国 是个非常成功的 一个美丽的梦想的事业 第一发了财 第二出了名 第三当了官 对吧 什么都有 而且呢 在哈佛大学还搞了一个呢 这个什么大楼啊 什么基金 那么这个怎么说呢 因为赵岸吉女士已经去世了 没抗来 作为美国四大 这个元老 政治元老之一 也退下来了 那么这个赵家呢 也是努力想维护自己家里的这种清白 所以呢 我们也不能做更多的喘息 但是呢 从纽约时报早一段时间 披露出来 赵家和中国的这种关系 显然呢 也是成为大家追尊或者是调查的一个对象 但是问题是 梅康奈尔的权势太大了 对吧 他是美国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啊 我们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啊 就看到赵小兰的这个名字 哇 好厉害哦 对吧 一个女性 而且是牙医女性 而且是什么都不会啊 然后到美国来当了这个这个什么部长 劳工部长 对吧 那个照片 他的形象在中国呢 简直是吸引多少人 后来等到 第二次他当了交通部长 大家就大概明白了 原来他还有一个后面 更强有力的人物 对吧 有这个人物他当一个部长 又说什么呢 这就是美国政治里面的一些复杂的层面 我们经常说 拿帮接派 美国的政治就是政党政治 政党政治就是拿帮接派 当然你这个帮 你这个盼 也有一定的资历 也造假在很大的程度上 还是维护了比较不错的名声 没有什么太多的劣迹啊 让你们感觉到好像很不堪 但是呢 根据纽约时报所挖掘的这个情况来看呢 多少跟中国政府有些事情嘛 有一点 爱美啊好啊 猫腻也好 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总之是成为大家的一个说法 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案子啊 让我们了解美国的正常的政治的生态 商业的生态 有一些基础性的知识 但是你要太大的把它延伸成为一个 阴谋轨迹 你说之前啊 赵阿基是被中国的人判人撞死的 后来发现他不是被撞死的 那你就改变说法 是不是中共要判人把他淹死了 所以这些说法 如果真的会有任何一点可信度的话呢 调查的单位就不是地方警察了 而是联邦调查局 我不知道未来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但是我能承诺的是 我们只要有这样的信息出现 我们尽可能跟大家呈现 好谢谢这个和平先生的介绍啊 现在呢 我们看到啊 有关的情况 仍然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不过希望随着整个调查的深入 有更多的相关的细节 可以辅助水面 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 为大家进行相关的介绍 六度旅行管家 你的旅行全策划 注册或登陆六度世界 点击右上角机器人按钮 然后选择六度旅行管家 就可以开始与AI对话了 你好 很高兴能为你服务 你打算去哪里旅行呢 嗯 我想去希腊 太棒了 希腊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你对希腊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呢 比如历史遗迹 美食 海滩 或者其他的 嗯 海滩和美食 好的 了解了 你有没有任何饮食禁忌 或者特殊的饮食要求 比如素食 无肤质食品等 嗯 不吃牛肉 好的 我会注意在推荐餐厅时避免牛肉 你计划的旅行时间是多久呢 嗯 四天 了解了 你是打算独自旅行 还是和他人一起 这会影响到旅行的安排 嗯 与父母一起 好的 我会考虑到这一点 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呢 这会影响到住宿和餐饮的选择 一千欧一天 好的 这是一个相当宽裕的预算 你对住宿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比如 希望住在市中心 或者希望有海景 或者需要特别的设施 希望有海景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 在希腊的海景酒店 这些酒店都有很好的海景 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和预算来选择 接下来 我将为你规划一个四天的旅行行程 你希望在这四天里 每天都去海滩吗 还是希望有一天或两天 去参观一些历史遗迹或者市区 一天海滩 两天历史遗迹 一天市区 根据你的要求和我从网络上找到的信息 我为你制定了以下的旅行计划 第一天 海滩 你可以选择许希腊最美的海滩之一 比如 Lawphorne Sea海滩 或Navidjo海滩 这些海滩 都有清澈的海水和美丽的景色 在那里 你可以尽情享受阳光和海滩 或者参加一些水上活动 第二天和第三天 历史遗迹 第二天 你可以参观希腊最著名的历史遗迹之一 雅典魏城 在那里 你可以看到帕台龙神庙和其他古代建筑 第三天 你可以选择去德尔菲 这是一个古代的宗教中心 也是世界遗产之一 或者 你也可以去克诺索斯宫 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第四天 市区 在雅典市区 你可以参观一些有趣的地方 比如古老的托卡区 现代的购物中心 或者一些美术馆和博物馆 你也可以在当地的餐厅品尝希腊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住宿推荐 根据你的预算和要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海景酒店的推荐 这些酒店都有优美的海景 同时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餐饮推荐 在希腊 你可以尝试一些当地的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但是请注意 由于你不吃牛肉 所以在点餐时需要提醒服务员 希望这个旅行计划 能满足你的需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需要更多的信息 欢迎随时向我提问 感谢观看